美国币安资产遭冻结 比特币小牛市结束已定 我就问你恐慌不恐慌 该人干死了风头无两 SEC的迷因币却飙涨 您会考虑出手吗 Odinus为矿池带来新商机 稀有葱可以拍卖 爆款项十足 CFTC和SEC争夺加密货币的监管权 币安成为了大战中的牺牲品吗 币安智能链再生事端 USEA创始人Rug不讲武德 用加密货币重新涨量世界 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 一起慢慢变有钱 6月8号星期四 别连何在 我是Michael 近日美国法院批准了SEC 冻结美国币安的资产的请求 并且要求赵长鹏必须出庭 哥伦比亚特区法院 同时Galaxy Digital的创始人表示 SEC对Coinbase和币安的诉讼 不会很快结束 其实不难看出来 这次SEC真的是下死手了 所以站在风险的角度来说 大家从币安提币 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 没有任何毛病 但是如果要说这次币安会倒台 会出事 我觉得担心有点多余 这次的诉讼 顶多让币安不得不放弃美国市场 要说币安倒台 我觉得大可不必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近几天的行情 也可以说是变化莫测的 在经历了市场传出 SEC起诉币安和Coinbase之后 市场的价格从27,200 一路下跌到25,300 第二天又发生反转 再次回冲掉27,300 目前是徘徊在26,400附近 所以比特币的价格持续在三月份以来 最高位的箱体的下源线来徘徊 这应该不是什么好的现象 如果说市场还有主升浪的话 那么不太可能显像出这样的一个颓势 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逢高减仓 设为上策 具体操作方法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周平和我们的操盘日志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交易所储备金的状况 中心化的交易所排名第一的依旧是币安 其次是OKX,Betfinex和Crypto.com以及火币 可以看到出来币安确实是财大气粗 即使是经历了提币潮,经历了FUD 但是公布出来的资产依旧是590亿美金 是排名第二的OKX的6倍左右 因此我们之前才下定论这次币安的事件 大概率币安不会有什么事 所以大家可以盯着币安的资产储备金状况 如果跌到一定程度了 那个时候再提也来得及 目前提没毛病 但是我认为不要跟风 给币安一点时间比较好 好我们来看新闻 自从SEC宣布要起诉币安和Coinbase之后 Coinbase的美国股价是单日最高跌幅一度超过了30% 但是我想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人是开心的 因为股票再跌 可是关于干人干死的和SEC的民营币 却是大幅的上涨的 您看这事闹的 数据显示明显针对SEC主席而发行的Good Gensler代币 是在今年4月被创造 于5月达到价格的最高峰 交易量最高曾达到4.3亿美元 当前市值约为369万美元 Dollar Gensler自6月6号 有关币安遭到起诉的消息释出后 便一路上涨 三天内涨幅已超过160% 那其实今年5月份呢 应该说是秘密之下 整个季节都是秘密主导的 所有的密密币的市值 从五位数直接飙升到了3300万 也就用了两周的时间 这其中领军人物就是Peppa 带领了一票的密密币 开始出现价格的神话 暴富的神话 所以人们开始关注它投资它 但是我倒是要给大家泼泼冷水 现在在进入已经涨幅很高的密密币 那就是冲动 因为所有的密密都缺乏生态可言 也缺乏流动性 可能几个大户就能决定 整个代币的价格走向 现在贸然进入是非常高风险的 所以要投资密密币 应该是极早期的加入 进入的时机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你要会在高位的时候套现 保住自己的本金 这才是投资密密币的要义 大家知道每一个比特币有多少个葱吗 每个比特币由1亿个葱所构成 而且这些葱总数也是有限的 所以过去这些葱彼此之间是没有差异的 就如同各位的钱包当中的硬币一样 价值都是相同的 但Odin是协议的叙述理论 为比特币的最小单位葱打上了一个序列号 就如同在干杯上印上编号 在纸币上签上名字一样 它允许每一个葱都变得非常独特 并且每一个葱能够被追踪和转移 所以市场也就开启了对葱的全新的玩法 比特币矿池F2 Pro于今日宣布推出稀有葱拍卖功能 用户只需在网站上注册账号即可参与拍卖 目前罕见级别的葱起标价格为288USDT 而当前竞拍价格已涨至320USDT 此价格已超过葱本身价值百万倍 其实葱还有很多种稀有的称呼 比如说史诗级的葱是指的是 比特币每次减判周期之后 第一个产生的比特币的葱 而传奇葱是指比特币每隔六个减判周期之后 第一个发生铸造成功的比特币的葱 而神话级的比特币葱 就是中本中本人创造的 不可花费的创世的比特币葱 还有其他的价值衡量方法 比如说第一个用比特币去买披萨饼 那笔交易披萨饼的比特币的葱 也会定义为一个非常具有传奇意义的葱 所以继今年的BLC20的序列名文的炒作 和MemeCoin的铸币狂潮之后 稀有葱很可能成为下一个加密货币的巨大的热潮 加密监管权花落谁家还没定 SafeTC为了币安猛喷SEC USA代币趁乱打劫 名牌与项目方打了一台 我就问你有多少胜率 好我们再来看 继SEC开始起诉币安和Coinbase之后 可以说震惊整个加密货币市场 但是也让SEC的主席 Garren Gansler是出尽了风头 现在Garren Gansler可是美国各大新闻 足够大的版面的占有者 可是反观另外一大监管机构 CFTC就显得非常的安静 对吧 他的主席叫Rostin Bannon 在6号的时候出席了众议院的听证会 并讨论了加密货币市场的监管问题 他会怎么说呢 当CFTC主席罗斯汀贝纳姆 被问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是否应该完全控制数位资产的问题时 罗斯汀贝纳姆表示 这不是零和游戏 对于CFTC可能获得的任何立法或法律授权 我不会从其他人那里拿走它 目前我们与SEC存在监管空白 对数位商品资产的监管存在差距 并表示加密货币的未来 将取决于加密货币交易所 币安和Coinbase的诉讼结果 看来CFTC也是币安的敌人 他并不关心币安的死活 也不关心加密资产未来的走势究竟会如何 他们关心的还是 我和SEC之间究竟谁来监管比较合适 确实有监管空白 但是这场大戏可是刚刚才开始 我们且行且看吧 中国有句话叫福无双至货无单行 不仅是币安交头烂了对吧 最近币安智能链也不太平 有一个名叫USEA的B的部署者 可能是想趁现在币安混乱 趁火打劫一番 项目的部署者目前已经成功的rock掉了 这么割韭菜的方式还真是有点触目惊心 怎么回事呢 来看一下 据B-Ocean Alert检测 B&B Chain上 USEA代币发生rock pool 损失约110万美元 部署者通过注币函数 共住了7亿枚USEA 然后转移到EOA地址 并通过PancakeSwap V3 出售111万4468枚BUSD 而根据数据显示 USEA代币已于6月6号晚8点归零 事实上这次事件的损失金额不算小也不算大 因为它部署在BSC网络上面 这个事件就显得格外的显眼 而其实大家也看得出来 项目方早就在合约上布置好了陷阱 而且随时准备跑路 而作为投资者 包括非常有经验的投资者 其实都很难发现这里面的漏洞 你觉得区块链这种黑暗森林里头 有后门的项目是多数还是少数呢 我告诉大家 像这种项目 如果你去投资的话 就好比你把你所有的牌 全裸的放在项目方的面前 你手上有多少筹码 几斤几两 是黑是白是胖是瘦 项目方都清清楚楚 项目方在暗 你在明 你觉得你的赢面能有几成呢 好了 来看今天的必须要大事件 福布斯公布2023 美国私营金融科技公司10强榜单 包括4家加密货币公司 分别是 Ripple估值约150亿美元 排名第三 Blockchain.com 估值约140亿美元 排名第四 OpenSea 排名第六 估值约133亿美元 排名第十的Alchemy 估值约102亿美元 Arbitrum在推特上表示 已向第二批 Arbitrum生态系统中的DAO 分发初始ARB分配 共计400万枚 据TokenView数据显示 近一个月来 莱特币链上新增地址数 呈现较大幅度增长 昨日 莱特币新增地址数为47万 较前日 环比上涨97.72% 莱特币网络已累计处理 1.64亿笔交易 NFT市场Magic Eden 宣布上线Ordinous 应用程序接口API API文档已发布在其官方网站平台 可供比特币开发者 在此基础上构建 Optimism成功完成了Bedrock升级 使区块链更接近实现成为一个 具有互操作性的 多个互补迷你区块链的 超级链的目标 好 以上是今天新闻的全部梳理 如果觉得我们频道有价值 欢迎给我们点个赞 那最近我们给会员推出来的 几个B2420和DRC20的早期代币 目前的收益都还不错 在这个链接当中 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会员的权益 我们希望得到您的支持 把频道打造的更加专业 也希望和您一起走过熊市 一起慢慢变用钱 明天见